因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对本县经济冲击 响应中央纾困政策及辅会共事下 促进县内民众消费而实施振兴经济方案 本县不分年龄皆可领取新台币1000元振兴消费礼金 湖西乡公所也加码600元振兴礼金 以扩大内需提振整体经济能力 这次胡锡加码礼金受惠民众约有15600人 预计发放1000万元消费礼金 将可达活络本县经济之效 公所这边在考量我们湖公所这几年财务控管也相当得意 所以湖户现在还有盈余 所以我们就提拨了将近1000万 发放给我们每个湖民一人600块的一个振兴礼金 加码600块 配合县政府的1000 湖公所的600 今天统一在公所这边做点操 由干事跟村长们协助 发放1600块的消费礼金 给我们湖西乡的一个湖民 对湖湖这些 不管是各行各业 跟我们的民生上面大家的冲击 给了表一些心意 当然不多 但是只是希望说 因为大家可以平安度过疫情相当不简单 所以我们包个600块 想来给大家 让大家在心情上面或是在一些生活上面 有一点点一个贴福跟一个安慰 也算是一个祝福 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疫情 除了湖西有加码外 西雨箱、白沙箱、七美箱配合县府振兴礼金 这三箱都加码到1000元 县府呼吁领取礼金时请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及印章 至户籍地村里办公处领取 如委托带领者 请带领者提出相关证明文件 并出示代理人身份证 盖章或签名并加注与受领者关系 记者 陈荣誉报道